好那接下來我們來開箱一下 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第一個 酒精機的本體 再來就是它的說明書 那以及它的 這個是酒精的噴嘴 這是替換的有兩個 還有重要的是上蓋的開關 這個要注意喔要留著 那還有就是它的螺絲包 那接下來就教那我教大家 這個要怎麼開起來吧 首先先拿我們上蓋開關 那這個先插進去之後 如果面對它的話 它是逆時針 轉圍之後往前 接下來就打開了 那打開之後啊 我如果像我現在要裝這種桌上型的 好這桌上型的機架 那我這邊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我要把 這個酒精的 收容槽打開 拔出來就可以了 那拔出來之後啊上面這邊有螺絲孔 這樣我可以針對我的位置 比如說這邊 好比如說已經確定要這個高度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螺絲鎖上 好鎖完螺絲固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酒精槽放回去 插上去 往後壓 這樣就卡住了 那接下來蓋起來 那這樣子安裝這邊的部分就OK啦 啊對 剛剛問了跟大家補充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啊我們這邊啊一樣上蓋開關先打開 這邊有兩個東西要注意 一個就是 右邊這邊啊 這個是我們的電池的 插槽 那電池的話它是 吃 3號電池 然後4顆 那 這邊的話就 我們就正常這樣子 裝進去就可以了 好 裝上去蓋上 這樣就OK啦 那還有另外一點就是這邊啊右邊這裡 要注意一下 它這邊 預設啊一開始是開 是沒有開關機的 所以它的開關本身必須你要打開上蓋之後 在裡面去做直播 切第1段第2段 另外的部分呢這邊介紹一下 它這裡啊 還有一個 你的電源如果說你是用DC的檯子 電源輸入給它的話 這邊有DC電源的 輸入口 那這樣卡上去 就OK啦 那接下來這個 桌上型的 支架啊 的部分它都會附一個 這個 所謂的酒精擋片 那它後面是3M的 雙面膠 那我這邊撕開之後把它黏上去 那這樣子就OK啦